花蓮福人社北门福人社联合举办了 传爱部落爱永不止息的活动 12号是来到了休林乡捐赠小太阳学堂的生活物资 同时还举办了联合议诊活动 希望可以把爱心传递到部落里头 在小太阳学堂小朋友表演森巴谷热情之下 花蓮福人社北门福人社联合办理 传爱部落爱永不止息活动 10号下午在小学堂办理自身生活物资 同时也捐赠20万元经费来关怀 而小太阳关怀借过理事长徐美玲相当感谢 同时也支撑感谢状来表达对社长以及社会们的爱心 北门福人社社长陈奎仲 花蓮福人社社长杨戴云 则是肯定小太阳学堂的努力 所以向护士秘书潘美玲也表达建议 受到花蓮社的邀请 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传爱部落爱不止息的活动 那花蓮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福人社的爱它无所不在 真的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的小孩子 这么样的天真活泼 希望呢我们还会有机会呢 再跟花蓮社一起来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美玲老师呢非常努力的来在这个市区奔走 去寻找资源来再能够继续安保下去 我们知道这个讯息之后 我们就想办法在今年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开始计划 计划来办这个活动来做一个捐赠 刚开始的时候老师呢是希望我们捐赠物资 所以那我们也捐赠了一些局部的一个物资 另外我们就是说他们的经费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另外把捐了20万的经费 来让美玲老师来作为这个整个规划的使用 那其实非常感谢我们能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跟台北北门社能够在这个天乡有付出服务的机会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做出一个 做是一个抛砖引运的一个行动 让这些这个部落呢 这个小太阳光卫学会的小太阳学堂 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更能够知道 知道之后呢能够发扬光大 那让我们这个传承延续 爱是永不止息 北门福伦社以及花莲福伦社 今天透过小太阳学堂 徐老师、徐美颖老师这边 来到我们的秀宁乡、秀宁村这里 来办理这个传爱部落、爱不止息的活动 他们把生活物资以及所捐赠的一些 那个20万的那个奖资金 真的是他们这般资局 真的是很值得让我们相关所也好 还有我们的乡民也好 来值得去效仿的一个资局 资论活动结束之后 花莲福伦社、北门福伦社同时也办理联合议程活动 来为乡亲把脉看诊 在小小太阳的活动空间 来为大家解决各式各样的病痛 小太阳逛回协会理事长徐美颖也感谢 给你们福伦社、花莲福伦社的爱心 让部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常爱不、爱不止息 耶 记得教文学生的频道